俩马仔正受到老大指示 到外面来拾些柴火 刚好碰到四处寻找老鱼的魏总三人 不出意外 随后三人就被俩马仔抓住带到了废船上 老鱼看到他们不禁瞪大了眼睛 徐二炮询问三人来这里做什么 魏总还以为三人只是单纯的抢劫 连忙说他们来找老鱼 表示自己可以把钱怼他们 但是自己要带走老鱼 徐二炮见状揍了一顿魏总 谁跟你说我是剪裁的 我长得很雏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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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哥 你长得很雏 接着吩咐手下翻一下他们的东西 看看有没有值钱的 要是没有就做掉他们 三人顿时就慌了 老鱼说可以把三人留下来 本会儿一起卖掉 这么多人可是很大一笔钱 到时他们出了国就是有钱人了 徐二炮思考一番也觉得他说得在理 这时老鱼的手机响了 正是贩卖集团打来的电话 马仔赶忙打开免提让他接听 老鱼说自己这边有三男三女 全身上下都能卖 对方随即询问了交货地址和时间 接着谈定好价格便发了定位过去 对方说备好现金就出发 三个小时到达这里 鸾冰然不明白老鱼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口口声声说让自己相信他 现在却把所有人都给卖了 到底是要干嘛 老鱼表示有自己的计划 现在需要的是时间 鸾冰然见状也不好再说什么 安妮见大家伙都冷静了下来 便悄悄把瘦子叫到跟前 说他可以给他们四百万换自己一条命 魏总急忙复合说他们也可以给钱 只要放了他们三人马上就兑现 转账或者给现金都可以 魏总说自己家里有很多现金 可以把安妮留下当人质 他们两人前去拿钱 你俩跟他有一图 出了事把人留下 你跟他有一图 出了事卖人下水 你们仨一公司的 你们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坑姑娘 徐二炮这时教育起两人来 说在他们道上诚信可是排在第一位的 刚刚电话里说了要三男三女 这就已经不再是钱的事 而是面子问题 随即让几人乖乖地待着 赵经理突然冲老鱼发火 说都是因为他自己才折在这 徐二炮忽然起身 拿着刀子割开了赵经理 卫总和老鱼的绳子 让他们别光动嘴 起来活动活动 但是游戏规则是 老鱼不能打坏卫总两人的下水 卫总这边也不许动老鱼的眼睛 还不能抄家伙 随即三人就扭打成一团 老鱼被两人按在地上摩擦 鸾冰然看不下去了 连忙冲上去推开卫总和赵经理 揪住老鱼假装愤怒地说 自己跟了他这么多年 没想到他竟然要卖自己的器官 说着就要抠瞎他的双眼 瘦子连忙拉住了鸾冰然 这时电话响起 徐二炮接过电话 说老鱼上厕所去了 对方说大概一个半小时到 让老鱼十分钟后给他回电话 十分钟后 徐二炮扶起残血老鱼 拨通了李姐的电话并打开了免提 李姐问他这边是什么情况 老鱼虚弱地说这边一切很顺利 让他们快点过来 你呀 是真不尽走 也就能活过活过你